自从通车以来台北捷运文湖县就事故不断 今天在传有一辆改装过的电联车进行测试 竟然因为天与视线不良失控出轨 撞上了测试轨道后方的防撞沙堆 台北市议员公布了照片 也再度挑战市政府处理文湖县的决心和底线 台北这些照片发现这辆捷运车厢的前头撞凹了 轨道上也留下擦撞的痕迹 这是台北市议员礼拜六没休假跑到捷运木炸机场所做的调查 果然让他们找到了一辆电联车疑似测试出轨的证据 这个地方都没有草皮的 往上面这边草皮都很完整 我们那天去看了 我们那天去的是下雨天 那这个地方就是很显然的 经常有这个泪车撞到这边来 然后这边几乎没有办法长成草皮出来 从这样的时候因为那时候下雨 然后他报告说他的视线比较模糊 所以他把来不及刹车把车子开出去 那个测试轨 捷运局坦诚的确有一辆有木炸线 旧车改装的电联车 在测试的时候撞上了沙堆 不过那是驾驶没及时刹车的人为疏失 但这一套拼装组成的文弧线再传意外 虽然只是测试阶段 却也不禁让人为文弧线的安全再捏一把冷汗